所以我们最大的目标念佛 就是这一个 了生死才是重要 因为生死是苦的 今天我们得忍生 你能够下一辈得忍生能吗 不一定 可能会到恶鬼到地狱 或者出生到 或者得忍生的时候 你能够生到澳洲 生到一个好的环境 不一定 看自己的业力 太苦了 老也苦 病也苦 儿女不听话也苦 孙子不听话也苦 老公不听话也苦 什么都苦 所以看看我们的脸上 我们的脸上 眼睛上面草子头 我们的眼睛的眉毛 这个眉毛是什么 草子头 疲孔疑术 疲孔下面 一张口 那不是苦字吗 所以就是这个目标 好 我们看下面 所以我们应当一定要知道 我们追随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等诸大菩萨 最重要的 要到十方世界广度众生 满菩提愿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呀 师父啊 西方极的世界 哎呀 有没有这个拓豆腐啊 你看西方极的世界 每天能够去释放一切诸佛如来 观光旅游 又不用坐飞机 又不用买饭店 又不用花钱 又不用这个 又不用那一个 多好 在西方极的世界 去观光旅游 又回来 你看经典又告诉我们 饭已尽形 回来又能够吃饭 也不用煮菜 也不用买菜 也不用这么麻烦 煮饭煮菜 种种的 这么好 我们到西方极的世界 不是去享福的 那个享福是真的是 我们有这种的福报 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这一个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度众生的 去成佛的 那个才是重要的 所以不是我要去吃什么 我要去逛逛 不是这个最大的目标 所以尊敬的 最统修大德 一定要明白 去满菩提愿 就是要去尝佛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首先我还没跟大家来讲一讲 这个深信净土 这个信要从哪里开始 这个信有七个 七种这个信 会跟大家为大家说明 那首先先跟大家来 说明一件事情 我们看下面 在这个方向 想给大家 互相鼓励的就是 往生净土 最重要的 有一个条件 我们一定要知道 而且大家一定要记住 什么呢 心净则佛土净 你离开这个原则 你是离不 你是往生不了 明白吗 要记得 如果我们这一生 想要往生西方净土 你一定要记得这个原则 心净则佛土净 关键在你的心 所以我们老和尚 我们师父上人 常常告诉我们一句话 我们看下面 邱老师 下面的 所以一个人 你命中的时候 最后一念 如果心不是净念 他是不能往生的 什么叫做净念 净念 就是清净心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以念使念都能够往生 所以这句话 我们不能大意 因为跟我们的关系太大了 一定要知道 你的心有阿弥陀佛 你才能够往生西方净土的 你先没有阿弥陀佛 是没办法的 如果你还有一丝好怀疑 你还有一丝好执着 对这个世间的执着放不下 看不破 而且执着的非常的严重 你怎么念佛 你都往生不了的 所以 只要你心清净 哪怕是你念一句阿弥陀佛 都能够往生西方净土的 你看那个阿瑟瑟王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阿瑟瑟王犯了忤逆十恶 临终的时候 他真的发入忏悔 他忏悔 他生病很严重 非常的严重 而且如果他不念佛不忏悔 他的果报都是五间地狱 因为他犯了忤逆十恶 但是你看 释迦牟尼佛为他开示 告诉他介绍阿弥陀佛 介绍西方净土的世界 没想到他有上根 他有福德 他有英语 他相信 他发入忏悔 他发愿我要到西方净土的世界 一念 十念他就往生西方净土了 而且品位很高 是终上品以上的 所以 这个心净则 福土净很重要 这个净念很重要 那请问师父 我们该怎么修呢 我们看下面 请问 修清净心 要从哪里修来的 这个问题关键在你自己 关键在你自己 最主要是你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谁都帮不上忙 是师父所讲的 我们简单 我们简单来学佛 不要放松 一定要靠自己 到临终的时候 再修清净心 怕修不成来不及了 哎呀 现在还年轻 我们要应该 先不用念佛 等到我们老的时候 90岁才来念佛 现在最重要的 该看电视的看电视 该吃饭的吃饭 没关系呀 你吃饭也可以念阿弥陀佛 很简单嘛 对不对 你要走到哪里也可以 你运动也可以啊 它都不会障碍我们修行的 你不要等到我们老的时候 临终的时候 要来修清净心 来不及了 我尊敬的 这是统修大的 我告诉你 来不及了 真的来不及了 无常啊 无常随时会到的 今天我们能够在 道场里面念佛 明天不知道 所以现在的人很难 你们博士有机会这样 聚会念佛 还不念佛 哎呀 你看师父在雪仪啊 现在已经两个月啊 那个道场啊 就没办法共修啊 也是经过这个 这个网路共修 你看我们印尼 疫情这么严重 大家要到佛堂共修 谁敢去啊 所以有这个机会 为什么我们不修呢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念佛 就是修清净心 只有清净心 才能够帮助我们往生 只有清净心 才能够灭五量罪 灭五量罪从哪里 从清净来的